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时候这个世界变得很慢 有些时间变得很快 我希望我们做的这一刻 世界无论快还是好 起码变好不是变坏 我们首先讲什么题目呢Kelvin 道歉 为什么道歉 道歉的艺术 其实道歉的艺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一次 就是这个许志安事件 多一个案例 你觉得今次这个对象有什么值得探讨的地方 首先叫一个女人 性别像不像 在我的经验里 说的是不会真心道歉 除非是他老板叫他道歉 就是平辈已经不会道歉 然后如果是晚辈 或者你是他的老公 就不会道歉 所有道歉都是 一不是出于真心 二是有后果 我完全是觉得你说我什么性别旗帜 什么差距都可以 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那你现在分析一下我们今次这个对象的道歉是怎么样 大致讲先 那他对象 那次他输了 你不能不道歉 就是他道歉 但是他道歉 很明显他的道歉是对建制派的 所以他应该这件事团结建制派 因为整个建制派是分裂了 每逢很大事发生的时候 最大事发生往往是因为香港 就是因为建制派分裂 建制派分裂的时候就没有救了 而建制派是比较容易分裂 因为他是分开两派的 建制派有一派 有一派人 即是泛民的分裂就不是分裂 建制派那些才是坚是分裂 因为泛民没有足够的力量分裂 你分力言都是那些东西 但你建制派分裂就是两股力量 好 这么说 泛民的分裂是一个自然分裂 譬如你们走了这些本土派 赵道派 他是自然分裂 但是其实建制派分裂两边的保安党造成 一边就是由那些土共 另一边就是由那些香港的有钱人 那些既得利益人士 但是那些既得利益人士 其实他的思维是近民主派的 那些人反而是中央来到香港 收回香港最大的受害者 即是将会 最初的时候最大的受害者 现在就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因为那些中央的人 内地的人来到抢了他们的生态 但因为他们有家有业在这儿的时候 他们失败不了 所以他们其实才是真正受害者 他们其实内心是希望泛民可以的 希望民主派可以 甚至希望可以能够 香港的自治程度越过越可 但因为有家有业就被人夹住了 所以他们很容易分裂 所以他们其实暗门底有时 可能会支持泛民这么出奇 反民其实对他们越来越是香港 他才是一国两制最大的受害者 反而那个人譬如说 是在卢安中援 在七十里卖东西 在葵宗广场卖衣服 那些事情比较少 但他们很明显地 做地产做什么 一直被人夹住生态 但有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说道歉 是有没有效果 或者是有人收不收货 那我们的特首林郑 如果就算给你的说法是对的话 他这个道歉是对着建政派的道歉 那这个道歉 道歉得对不对 好不好 为什么我这样问呢 因为其实你是 因为他刚刚是6月多少日出的声明 不是出的声明 他见记者 开过记者会的时候 第一次他没有在记者会道歉 有人问他 他只不过是说暂时收回 很多记者问他这些问题 他都是被人感觉到 他是很囂張不顾 或者是不认错 还是什么样的 于是乎才有第二次出来的游行 就说文静就声称接近200万 这样 现在建制派其中一个 会骂回特首转头的 或者他们有忧虑的 就是他们之后的选程 如果他出来这样去面对群众的时候 是激怒了这么多群众 其实他的道歉是和民建联好 那些道歉是安抚他们的好 那些人都想你道歉 或者怎么样安抚市民的 如果不是的话 从他们选举 区议会 未来的区议会好 或者之后可能再久一点 再做立法会的话 他都想道歉 其实不是对他们这么简单 对他们可能私下拍拖球机 但是他都想他做些事令到民众 令到市民不要这么讨厌 原本支持修例的 也不用说那么复杂 又回到港女的角度 他想道歉 他道得出才行 他可能都觉得你不对 就是你老婆或者你女朋友 但是他要说得出对不起才行 那是说不出 我想这样吧 现实一点 我想我想跪下 大家说建制派的选举都没得够 所以 一来这个是 二来就是港女就是道不道歉 我觉得这句话已经解释了 你看林郑那样 在做记者会上 仍然要拼回两句 我纯重建制派的选举 现在基本上那样东西没得够 你反而是强硬的话 你还可以估到那些最强硬的人 就是爱字头那些 起码 你现在那些人 其实会牵涉到 你如果越是软弱 那些人连那些人 你最终的都会退弃你 所以不如就是 你宁愿哪些人输 我不要中间那些人 其实你看到逢是选举 都是这样 当你不行的时候 你就更加要估回你的基本盘 是有基本盘在里面 他还有30%基本盘在里面 那30%是你怎么都不得 为什么现在是 暂时就是归促的 是不是 所以你就是要拼回他的队 反而是比你去抢街的队 还有就是 香港人 你想想 今年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早做这些事情 你去到最后才做一两件好事 可能又会记得 泛民也是这样的 之前那两年不停被人罵 你今次做了 就好像反弹了 香港人就是 你不可以这么早哄他 你到最后哄他 他才会记得 是不是说 那些纪念 譬如说 港女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想港女 就是有一群不争气的港男 你就是港男 我不是想 两群都是港女 港女其实都很容易哄 但问题是 你要港女哄另外一群港女 就是没有 港女容易哄 所以真的很喜欢港女 因为假设港女 我们应该最相对就是大陆妹 大陆妹 基本上你不用回答 你和她 摊开你 就是说至少你是 摊开你 就是利益说清楚 反而大陆妹 你没有理 因为你要硬去做 硬去做那样东西 但是行 不要紧要我买搭楼 你计算 但是港女不同 港女你还可以哄 就是你还可以 反而跟她说钱 是不行的 你要哄着来说才行 就是又是复杂一点 香港的民意就是这样 你很难 我们说对 林郑你根本应该谦卑一点 做好一点 人家就会原谅你 不是这样的一件事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期待 第一错误期待 林郑会很真诚地导演 她是做不出 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错 然后你又有一个概念 就是真诚的导演 会令到香港市民原谅她 亦都是错的 两样都是错误 其实现在她根本这个状况 已经死到这样 香港市民没有可能会认识她 所以现在她唯一能够 就是维持建制派基本盘 而建制派基本盘 只不过她是不想 整件事变成暴动 建制是什么 所以只要一维持住 她再强硬 反而建制派还可以稳一点 因为建制派还有很多人觉得 那些人已经归宿到 在Facebook里讲一讲 那你怎样看她 后来初语歌记招之后 出了二百万好 几百万好出来 接着她发了声明 声明就是第一次见到她是致歉 致歉之后 接着有人就吵了 你这样道歉 跟Facebook和WhatsApp分手 这些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WhatsApp分手你会很生气吗 你会不会很生气 如果有人WhatsApp和你分手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 当面分手和WhatsApp分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因为我回答你 我反映了几十个人 好几十个人 好几十个人 好几十个人分手 我认识了一位大哥 那时候是拍电影的 大哥现在刚刚鲜世了 当初他跟我讲过一番话 他说究竟讲数应该在哪里讲的最好 应该怎样讲数应该最好 他说我拖了一堆人去 又被人说我没有胆 所以他认为讲数最好 就是在电话里讲 而根据所有分手 我觉得在WhatsApp说分手是最好的 至少你不怕 有控制不到的局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看不到的样子 少了很多你可能意料之外的事情 看你的样子 我都不觉得你有诚意 一句话你就没办法分辨有诚意 所以用文字方式给你亲口讲 我自己觉得是避免 反而是避免了很多不差 变数会少一点 变数少了 变数少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有把握 控制到的状况 最好是WhatsApp说分手 你现在退用这一件事 你现在年轻人是谈到这一件事 除非你只有一个情况之下 你是可以 你不想跟他分手 对 不想跟他分手 就一定要跟他说 不是 跟他说 或是跟他跟他说 你去哄他 WhatsApp分手 或者你不出真样分手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没有转转 是这样的 你没有得要求其他东西 这个很重要 反过来套用现实也是 林郑 就当你打好兜面跟你说 那些人总会想到一些方法 还要问你问题 还要问你 还要找一些方法 踩多两脚 现在你最多说来说 就是 你连样子都不见 你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说 但是你想想记者会 那现在陈志施叫他 出多来几次 说多几次才有诚意 其实是害他还是什么 当然是害他 林郑的问题就是 他整个行政会议都是想害他 大家是个个想坐他的位置 现在个个都是想坐他的位置 当然是想害他 陈志施就是想坐下任特首 不然他为什么叫他不停道歉 叫他不停道歉就是 不停摧毁他的威信 所以其实这个行政会议 都是一帮港女 你问我 因为那些行政会议成员 有朋友 实际上都是想移动你 其实那个屁股就是什么 可能一帮姐妹 都是侯住这个港女的男朋友 当然是 上去那条酒很正 叫你这样跟手 那都没有机会上 现在你用男朋友 中央和林郑的问题就是 他肯定不是很正 不太好搭水 他肯定是很搭水 有的就是跟你硬肠的业楼 就是跟他硬肠的儿子 陈志施的那些就是阴点阴点 表面上就是一帮姐妹在行政会议 实际上全部都是想移动你 好 这集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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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再见 再见